戴上草帽提前感受退休乐活 全民退休投资专案开跑 小自主套3000元就能丰富下半场人生 那年轻人呢可能缺乏的是现金 但年轻人多的是什么 时间啊 对不对 你30岁规划到60岁 透过这样的一个基金投资 产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复利效果 然后你不用去管这个市场的波动 主委报名编号00001 急着签名抢投降 其实原本只限量1万个名额 但因为报名太踊跃 不到24小时就额满 才加码改成4月底前不屑名额 原来金管辉这个平台 就是希望鼓励民众 做两年以上的定期定额投资 也不用做很复杂的功课 因为商品的种类都帮你算好了 你只要选择你是想要10年 20年还是30年后退休 再简单一点 只要挑你是想做保守 稳健 还是积极型投资 重点是通通免手续费 经理费也只有0.3% 对比公募基金收2%省很大 它的管理费这么低 而且两年之后如果你不停扣 它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就是说这么低的管理费 如果你继续扣的话 可能尤其越年轻扣 可以扣到20岁 扣到60岁都可以 真的得及早打算 其实国人平均寿命来到80.4岁 却有4成的人不懂退休理财 我们是经过我们专家的严选 委员会里面呢 我们包括了我们的产官学的专家 来组成 有专家照比较可靠 顾主委就曾经常过教训 我过去在担任律师的时候 确实也有做一些理财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 我在某些时刻去买某一档的股票 或者说我在某一个 定当下 那我去买了某个基金 都没有办法能够确保说 这个一定是能够获利的 那甚至有些时候就是说 大家都说能源不错 但是过了两天 能源骨就开始下跌 一口气砸5000存老本 也不怕老了 得跟小孩伸手要钱 我也常常讲 我们这一代就是最后一代 是上要奉养父母 要孝顺子女的一代 真的不要再仰望 说有下一代一定会来 抚养你的这样的想法 要把自己的退休的这个规划 做得比较精神精美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只有今天这样子的 今天推广这个定期定格 投资理财的概念而已 整个老年的生活 要如何透过一些金融商品 来让你过得不错 应该是很重要的 不过也要提醒 退休平台必须自负盈亏 量力而为 才能预约精彩的退休人生 东森财经新闻 六支柳子团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